第十三次的無根蝸牛黑色松 然後其實應該第十四啦 因為我們從零開始鑽 那大家今天來的時候有沒有在門口看到很多貼紙 有沒有貼在身上 找到你的專業 沒有的話呢 就是有一塊空白的 有沒有 就可以自己寫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話 可以選擇使用這個梅花露貼紙 然後如果你常常來的話 可以選擇使用這個大師貼紙 剛才雲昌有解釋了 那如果身上有大師貼紙的朋友呢 請幫忙注意一下 有沒有人看起來非常茫然 茫然的話就把他撿來 就是聊聊天 為他想要參加什麼project這樣子 那如果看到有人是沒有名牌的 像我 忘記掛名牌 就提醒他去這個報道處自己寫一個名牌 如果看到一個人真的很害羞呢 等一下就有食物了 食物是一個比較容易開啟對話的場合嘛 對不對 就請他去試吃東西 這樣給他聊聊天 好 那 我們今天應該也是有將近20個提案 那我想很快的還是講一下一些提案的秘訣 就是說 你可能要非常意志堅定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已經開始做了 然後我稍微有些想法了 我想要找人幫忙 好 那 在軍營裡面 我們很強調成果是開放的 就是讓所有人都可以用的 所以你可能會想要選擇一個開放原始碼的授權 或者是如果是一個創作物的話 用一個CCT的授權釋出 那如果你已經不了解以上的話的話 也找一個有這個距離力大使貼紙的人問他 什麼是授權 什麼會的 OK 好 那再來就是 你要提案的時候要非常清楚的說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要這麼解決 或者是你還不清楚真的要怎麼解決 但是總要有問題在那邊可以解決 所以有這樣子的時候 大家比較容易關忙 好 那 我們常常會提到有人說 欸 你們可不可以做什麼什麼什麼 好 那這個其實是不大有用的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你們或我們 基因力就是讓大家來自己做事情 好 那 或者是說有沒有人要幹嘛幹嘛幹嘛 好 這個通常也不大會 因為先承認就是沒有人 有 沒有人 有 就是你 沒有人 好 所以 比較好的做法是 我想要做XXX 有沒有人要一起幫忙 然後我已經做到哪裡了 現在還需要怎麼樣怎麼樣幫忙 好 然後實際上提出稍微往前 就是從問題到解決之間的一點點前進的一些描述 我認為XXX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 有沒有人要試做看看 欸 不小心又想有沒有人 沒關係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第一次來的朋友的話 我們在這個 HackerSoul入口網站就是 Hack.gm.tw有一個 與會守則 就是我們這邊 希望營造一個安全的空間 讓大家 就是可以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跟意見 好 那所以 如果第一次來的話請參考一下 好 那 那 宇昌剛剛已經稍微提過今天的流程了 那就是早上我們會有三分鐘的提案時間 那 已經登記的朋友 我看一下現在還有沒有 現在還有三個空格 是不是 對 好 那 如果 如果 如果你 到Hack.gm.tw的話 就會看到一個專案登記報告 那就會看到今天所有登記的 欸 為什麼有人又下在後面了 好 沒關係 那就是 總之 我們現在大概有十九組左右 好 那 就是一個 project大概就三分鐘的時間 報告 欸 有沒有人認你計時了 有嗎 沒有 那就是你啦 好 好 Hack.gm.tw有一個簡報計時器的 link 好 那重點就是 講完這個 呃 早上的project present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麥克風傳下去給大家 每個人用三個關鍵字 做自我介紹 就是 我是誰 我是做什麼的 我關心什麼樣的議題 我今天想要幹嘛 好 那我們就很快的走過一輪 大家就稍微知道今天有什麼樣的朋友來 那 傍晚的時候呢 就是大概五點 呃 左右 我們會有這個成果發表的時間 那同樣也是在專案登記報告下面 可以登記 今天要發表的成果 好 那 呃 就是請下午大家稍微有點成果的時候 呃 有點初醒的時候就可以上去登記 好 那今天的重點當然很多都是吃東西啦 所以我們要非常感謝我們的食物組 那 等一下食物應該就會出現在 在外面 好 好 那 呃 那最後就是說 呃 這個大松的系列活動 大概現在是第14次嘛 那我們 呃 一開始是由 呃 我們幾個朋友去參加 一個Taxon的獎金來開始舉辦的 然後後來陸續開始有 一些演講的捐款 或者是 大家的香油錢 那現在錢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如果還想要繼續支持這個活動的話 可以到這個大 大松的這個香油票 來捐款 好 那 呃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很快就會開始了 不過還有一件事情 呃 台北市政府有辦了一個開放資料 黑客松 好 那也是有找我們一起去協助 那 呃 所以應該是4月底會開始開放報名 那場地就會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所以還滿特別的 好 那 呃 OK 所以大概就到這邊 那等一下 有已經登記專案報告的朋友 可以先坐到前面來嗎 稍微往前面坐好嗎 好 所以就 謝謝大家 然後 HAPPY HACKING 好 不過第一個專案報告是我 那時候我來八重 我來八重 哈哈